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,为什么别人上广告只要10分钟,而你却要花半小时,那可能是你还没有拥有它。 谷歌广告编辑器工具关键词,免费下载批量处理离线更改。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Google Ads Editor谷歌广告编辑器是一款非常实用的工具,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管理谷歌广告账户,还可以帮我们节约时间。 下文将会详细介绍编辑器的具体功能,包含30家张图,都是我额约一张张截出来的,相信保姆级别的详细讲解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。 编辑器用途包括,使用提量修改工具快速进行多项更改,导出及导入文件,以共享提案或对账号进行更改,查看所有或部分广告系列的统计信息,同时管理,修改和查看多个账号,在多个广告组, 或广告系列中搜索和替换文字,在广告组之间或广告系列之间复制或移动各种内容,在修改广告系列时撤销和恢复多处更改,先在草稿中进行更改,然后再将更改上传到您的账号,离线时也可以继续工作。 谷歌广告官网如何安装Google Ads Editor,下载地址,httpsadwords.google.commentozhcncncrtoolsadwordseditor打开网址后,点击下载即可。 谷歌seditor操作详解01,导入广告账户1,完成下载后,我们打开谷歌广告编辑器,选择加添加。 2,点击打开浏览器登录,或者使用应用内浏览器登录,本次举例使用前者。 3,选择需要编辑的广告账户对应的账号。 4,点击允许5,复制代码,点击右侧小图标。 6,重新回到谷歌编辑器中,将代码复制到输入框内,并点击确定。 7,等待信息导入,一般账户信息量越大,过程会越长。 8,选择需要下载的广告账户,可以是mcc层级,也可以是cid层级。 9,一般选择下载所有广告系列,若账户信息量大,节约时间可以考虑选择其他选项。 10,等待账户信息下载。 02,打开广告账户导入完成后,可以选择打开广告账户,我们可以只选择其中一个,或者选择导入多个广告账户。 03,分区域功能详解打开账户后,重点就来了哈,此处我用5个颜色,分了5个part给大家。 1,筛选区域一句话概括,在此区域可以对广告系列或广告组进行筛选。 通过点击右上方,可以根据广告系列的类型,是否开启,还是等进行进一步的筛选。 2,管理区域一句话概括,包含最基本的广告系列,广告组,广告,并单独列出了关键字和定位和广告附加信息。 1,账号集选中后右侧会出现链接,可以打开新的页面。 2,关键字和定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,关键字,地理位置,展示位置,移动应用,YouTube视频,主题,产品组,动态广告,收众群体,性别,年龄,生育状况,家庭收入,IP地址等。 3,广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,搜索广告,购物广告,应用安装广告,视频广告,展示广告,发现广告等。 4,广告附加信息part3,中心区域一句话概括,通过对数剧列的选择,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到广告信息。 1,过滤过滤工具中,我们比较常用的是广告系列的字段。另外,通过函数可以做进一步的高级筛选。 2,加添加广告系列。 3,进行多项更改超超级好用的功能,从此告别上不玩广告的苦逼日子。 4,高级更改比较好用的替换功能。 如果文案被广告主或者谷歌审核diss了,可以直接批量该其中一部分就好哈。 5,修改数据列基本和谷歌账户数据列类似。此处不详细列举了哈。 part41,修改区域一句话概括,可以修改广告系列、广告组、广告等基本设置。 part5,发布N下载报告区域一句话概括,由始获取最新数据有中发布获取报告。 1,下载报告可以兑时间、广告系列组、数据指标等进行筛选。 右下角点击保存,方便下一次导出。 2,记住,之后每次打开账号的第一步,要先获取最近的更改。 3,发布修改内容,如创建、更新、移除等。 写在最后如果你投谷歌广告,同时要操作N个账户,那么谷歌编辑器就是一款非常好用的偷懒工具了。 赶快去下场吧! 3,发布修改内容!